哈喽大家好我是亚当 今天要给大家讲解赌场抢劫的满天骗局 我们马上开始吧 目标艺术品战术满天骗局 枪手和车手选择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但是黑客要选最贵的 把杜根货物做了保存的数量也会减少 巡逻路线和保存情报就不需要了 装备方面使用的是除虫大师和国安局 记得要把这个枪手给买了 今天我们的选手有贵州茅台王子之称 身经百战的章鱼先生Mr.Optobus 入口是员工大厅 至于出口的话请随便 因为反正到最后都是从正门出去的 但你也可以选择从天台跳伞下去 也是很帅的 买家当然选高阶最贵的 因为我是负责卡尾关的 所以我是收不到钱 所有钱都给队友吧 之后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教大家如何卡尾关 我的队友呢 总有一个会迟到或者延迟 因为我们是除虫大师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毫无障碍的直接走进去 但是不要没事去赚工作人员 不然的话开枪打你哦 他们吃饭的蚂蝠在这里 他们在净击的蚂蚣上的这里 就像我们有意见的 吴打的蚣蚣 然后进去到的兜场 好了 啊 亞當發現很多同學都不會解指紋鎖 我以后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指纹锁该怎么解 我发现赌场所有的电梯门总是卡住 为什么就不能找人修一下呢 看到这个人直接让他睡觉 接下来我们躲在这个位置 其他的队友停在后面安静乖乖的等待 如果同学们发现保全人员是不动的话 那证明是卡巴克了 那只能重来了 如果重来还是不动的话 那重启任务吧 第一个走了 第二个进来了 等第二个人走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过去让中间那个人睡觉 刚刚这句对白是一个bug 每次都吓我一跳 搞定以后直接和队友冲进去刷卡 房间里面的人不用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赌场会请瞎子当保全 还有一些同学不会用电钻啊 电钻非常简单 请你紧紧按住你的R2键 再轻轻地往上推你的左摇杆 如果不小心过热的时候 就把R2和摇杆全部放开 重新再来 在这我会建议同学们 如果你是非常厉害解锁的 那请你把所有锁都去解开 另外一个同学他不擅长解锁的 那他就专门负责歌话 这样是最快的速度了 我看到F的门是没有锁的 所以我赶紧去下一个门解锁 话就留给队友来割吧 还有一个小技巧啊 如果你调到低深视角去解锁的话 相对会比较快的 但是我当时也忘了 但是我当时也忘了 现在所有锁都解完了 那我也去割化了 从小地图看到所有话都已经割干净了 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们只要留20秒出去就可以了 跑得快同学留15秒也可以 刚刚好出去 现在拿出你的电钻 赶紧赚保险柜 这次我的章鱼队友 竟然一个保险怪都没赚 要不然的话 240万妥妥的 大家一定要在时间到之前出来 千万不要触发警报 比如说这样 如果警报响了 你就没办法换国安局制服 之后就非常难打了 所以死掉重新再来吧 你看队友都出去了 为什么我都闷不开 难道我真的没存在感吗 连自动门都感应不到我 出来以后直接躲在这个角落 请注意小地图摄像头的方向 等摄像头开始转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过去把那个人睡一觉 进楼梯以后不要直接往上跑 小心上面也有摄像头 注意他的方向 贴着外墙走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以免保全通过门上的玻璃看到我们 接着我们要把这个人打晕 然后我们可以往右走 但是不要直接冲出去第二道门 保全可以通过玻璃门看到你的 有时候这道门会被清洁车挡住 那就要走左边了 还有一些同学不知道小金库在哪里 他就在这个位置 你需要进去控制室里面 靠近玻璃前面桌子上的按钮 按住他就会开门了 运气好的时候有八万 运气不好的时候 两万吧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冲出去 先站在这个地方等待 有时候保存就在玻璃后面 瞪着你 吓死你 看他背对我们赶紧过去 让他睡觉 这道门又卡住了 这什么烂游戏啊 如果他走过了不要冲出去 等待 看到后面的保存是背对着我们 看着小地图过了柱子 进去第一道门 这就是我们换衣服的地方了 换好衣服以后 莱斯特就会叫你从正门离开 现在你就是无敌了 但是出去千万不要撞工作人员 比如说这样 哎呀 辛苦赚来的钱 就这样白白被打掉了 同学们玩熟悉了 以后就可以把这里所有的保存 那你就可以进去小金库里面 为所欲为了 出去以后就是赌场了 很多同学在这里会迷路 一出来你只要往左走 转左你就会看到出口的标志 Exit 继续贴着左边走 又看到一个出口标志 Exit 这就到大厅了 我的章鱼队友呢 哎 怎么又迟到啊 还慢悠悠的 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在任何时候 在赌场里面走路 只要你按住 插 是按住 不需要连按 按住 那你就会比平常走得快啦 过了马路以后 如果同学们不想跟警察交火的话 请你躲开所有的警察雷达侦测范围 你看到这一次是非常的幸运的 一个警察都没有 但是倒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左边有警察 右边也有警察 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这时候你不用看前面 你只要看住小地图就可以了 我躲 我再躲 大佬不在迫都这么赶了吗 迫都上路走下咧 接下来要抢辆车 警告同学们啊 不要去抢好车 一下是错误示范 辣辣辣辣 警报响了 你看警报响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被通缉啦 你看红了 所以别没事就抢跑车 你看跑车 底盘又低 哎呀 我最讨厌跑车了 这里小心一点啊 一个一个上去 不要推 不要推 到达角落的地方 轻轻按一下正方形就可以了 再教同学们一个小技巧 如果你想要躲心的话 你站在这个排风管的正下方 过一回 你的心就会全部消掉了 因为头顶的排风管 会挡住直升飞机警察的视线 当然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那就直接走吧 如果没有遇到直升飞机的话 那死掉重来就好了 我的队友呢 我们是不是有时差呀 因为我是负责卡尾关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开直升飞机了 至于卡尾关的方法 下次我会专门做视频 为大家讲解 同学们记得关注呀 直升飞机稍微飞高一点了 要不然地上的警察 也是会发现你的 这是错误示范 这位司机 我一定会给一星差评 至于刚才已经在排风管上面 消心的同学 现在已经在直升机上面 唱着歌等收钱了 236万6万一分不少 顺利通关 如果章鱼同学 刚才有多赚两个保险柜 再把小金库给爆了 245万妥妥的 85分红 145万 这已经算低啦 户卡赌场一个小时 每人300万 你说爽不爽